法國號稱是電動滑板車最普及的國家之一 巴黎的大街小巷隨處可以看到當地民眾 或者外來遊客以滑板車為交通工具 從羅浮宮 鄉系大道 Z道凱旋門等著名地標 或是穿越小巷尋找私房景點 比徒步快上許多 對外地來的法國民眾 甚至是外國遊客來說 類似臺灣U-Bite的租賃制度相當方便 當臺灣正在爭論車輛該如何禮讓行人 巴黎的電動滑板車使用者 完全不必理會這樣的問題 人行到斑馬線上 電動滑板車與行人擦身而過的畫面 屢見不鮮 四月份的市民公投 總共一百四十萬左右的合格選民中 只有十萬零三千人去投票 投票率僅百分之七點三五 儘管主張禁止電動滑板車的一方 拿下九成壓倒性優勢 但整個公投依舊充滿爭議 除了交通安全 使用者隨地丟棄滑板車 成了人行道上的障礙物 甚至曾經發生過滑板車被人整個丟到塞納河裡的離譜狀況 巴黎現有三家電動滑板車租領公司 總共有一萬五千台的電動滑板車 業者認為事情仍有轉還餘地 因此除了推出前十分鐘免費市期的優惠 野油稅市政府願意用十八歲以下不得租車之類的限制 讓營業執照未來可以順利更新 繼續出租電動滑板車 公視新聞 許家仁編譯